台東超過了百年歷史的天后宮 祭建教之後 這一次又有創新的活動 就是媽祖會觀音 要到綠島去 這次六度的繞境 我們是幾年 民國99年那時候 辦這個 十二年的既然請求 我們這次 那時候就跟媽祖會員說 要做這個事情 有繞境 有這個台東館裡面 尚其叫台武山 館山山 新港山 甚至於這個 六度 當時時間的關係 台武 館山 新港都有油過 這樣就順了六度 所以那時候我們 跟媽祖賓佈是說 今年民國一百年 也就是我們建教百二年 要辦這個媽祖賓 這次活動也採報名的方式 有三百個名額讓信眾 來一起到綠島 也將舉辦海上繞境 另外在台東市區 也會有繞境活動 以及響應公益舉辦捐寫 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來做愛心 以及參與盛會 東台新聞政務 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 呃